便秘又发心脏病 五大改善方法 台湾67岁的阿华伯被便秘困扰数十年 随着年纪越大 症状就更严重 甚至在上厕所时发生头晕 胸闷等不适 几次在忧心忡忡的儿孙陪同下就医 肝胆肠胃科曾博军医师提醒 有七成的长者排便困难 若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 或曾患有关心病、脑梗塞色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曾博军医师解释 年纪越大 肠道部分肌肉蠕动能力越是下降 肠道的神经从反应变迟钝 直肠与肛门接受排便的讯号不佳 导致排便状况不如以往顺畅 长期的便秘也会影响进食的情况 甚至恶心呕吐及腹痛 所以很多长辈就都有便秘问题 这是很常见的 不用过于担心 只要增加活动量 控制血糖与均衡饮食 都能够在生活中逐渐改善 若严重可就医协助改善 但若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 或曾患有关心病、脑梗塞色 就一定要重视便秘与血压的问题 陈伯钧医师说明 一般人若无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 也未曾患有关心病、脑梗塞色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 偶而发生便秘 对身体不至于有重大的危害 但有上述症状的长辈 一定要多注意排便方式 当越发力排便时 感到心胸部越是闷痛 就是血压急速上升的表征 此时腹腔内压力增加 只有少量血液回流到心脏 停止发力时 血压又突然回到正常 在便秘发力与发力停止之间短时间 迅速且重复的血压波动 最容易诱发心脏病 而血管压力的迅速变化 也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灌流不足 严重甚至会造成心肌梗塞和脑中风 陈伯钧医师建议 高血压长者的便秘状况 可从日常生活调整 如 1.饮食 不偏食 摄取均衡且健康的食物 将以糙米饭取代白米饭 多吃负有纤维量 以消化的蔬果 并充分咀嚼 例如菠菜 空心菜 胡萝卜 纸瓜等 不要吃太油 也不要完全不摄取油类 油过多亦产生腹泻 而完全无油也不容易排便 而蛋白质的食物 如肉 鱼等也要均衡摄取 并搭配多喝水 2.运动 多做运动 多走路就是最简单 也最适合长辈的运动 饭后进行简单且低强度的运动 不但不会肠胃不适 反而有助于肠胃蠕动 及减除体内多余的脂肪 3.习惯 尽量培养同一天固定时间如厕的习惯 每天都排便一次 只要有便意 就尽快上厕所 4.情绪 保持稳定放松的心情 减少焦虑与抑郁 若身体许可 可多走出户外与人群接触 参与一些长辈邻里社团活动 5.按摩 以肚脐为中心 手指复用顺时钟的方式 轻按肚脐周围3公分处 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陈伯钧医师分享 有部分轻手女因为减肥衍生的便秘问题求一 其实适当减肥 保持均衡体态 对身体健康是好的 但若是摄取的饮食不够均衡 或是用餐都必须将所有菜类 肉类过水或汆烫 如此过度的去油水 则会使肠胃到内完全失去润滑性 反而容易便秘 健康生活编辑部 数据 精化 感谢观看